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下午6点30分 池州市桂池区关消防大队桂池中队接到报警 有一男子被困在祁山风景区一山洞内 他不是说刚才从上面滑上去了吗 从那里面进去然后再到上面再滑下去 在滑上去啊 也是从那里面进去的 就是从那里滑下去的 那里只有那个镜头是吧 对 进去 池州市在安徽的西南部 距九华山50公里 市区里有一座山叫祁山 风景优美景色秀丽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这个山虽然不高 也就不过100来米 但是这种地貌呢 哪哪都是 有的地方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了 有的还没开发呢 这名男子被困的山洞 其实就是没人去的地方 他偏偏就被困在这了 他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我们中午是当中午到这里凉 然后因为天气热 然后到这里比较凉 然后又化学 然后就就 然后爸爸就到滑下来 然后起来 他叫谭晓明 被困的是他的爸爸谭开文 这是当时的事发现场 孩子在向消防员说 他爸爸被困的情况 不是送着花 那里有个锦绒 我们三个就从那个洞里 一直从那里爬进去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 他比较瘦 然后就爬进去 爸爸他左手这里有点痛 然后在那洞里就跟头 然后带不着劲 然后就起来 这就是起山 山并不高 游人也很多 山开发的也很好 也有很多台阶 但是这座山上 也有很多未经开发的 偏僻无人去的地方 时隔五个月后 再说起这件事情 谭晓明还是心有余悸的 但是经过这个的时候 我就发现以后对待这件事情 肯定也要进去 就是小心处理 谭晓明的家就在 骑山边上 之前他经常跟着爸爸 进山玩 也去过很多的洞 就连爸爸被困住的 这个山洞 他们其实也来过 平时翻家的时候 走大概半个小时 不知道就可以到 所以经常就去骑山 那个地方玩 到在那个地方 可能也有他独特色 所以我和爸爸 有时候就会到 那些地方去观看 这次是因为放暑假 他的爸爸就带着他和表哥到山里玩 他们是那天中午十二点多来到这里的 因为对山洞很好奇 就先后进了爸爸弹开门 被困的那个山洞 因为他和表哥瘦 很容易就出来了 没想到他的爸爸 却卡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据说弹开门一年多没来过了 身体比原来胖了不少 他在山凤当中 一待就是五个多小时 当时感觉因为 我继续跟表弟都去过好多次了 而且还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 应该是觉得没什么危险 当时弹开门被困的时候 是在中午 白天还没什么 他们三个人都觉得 弹开门应该自己 能够慢慢的想办法出来 谁知道他们折腾了五个多小时 眼看着天都黑了 弹开门也没能出来 他这才让儿子去报了警 就冲药的爸爸比较依赖 一直相信他 应该不会那么陷入危险的 我们现在是 把他准备送水那些 他后来想象的确是不行 于是就只能报警 当时消防员赶到的时候 弹开门已经被困了五个多小时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 如果不是消防员带着照明工具 山洞中伸手不见五指 什么也看不到 由于弹开门被困的地方是荒山野岭 没有道路 四处杂草丛生 消防员只能把救援器材 一个一个的搬运到现场 不知道谭开门情况如何 有没有受伤 消防官兵到达之后 先与他通了话 那么究竟谭开门是怎么来到石缝之中的呢 谭开门被困的地方 外面是一个一米多宽的峡谷 两侧是石壁 当时谭开门和两个孩子 就是从左侧石壁的洞口进去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洞口 我们通过这个洞口进去 大概有两米左右的下雨空间 过来之后 就有一个稍微略为宽一点的一个空间 可以容纳一个人在里面进行简单的操作 然后这个空间 往上有个斜坡 越半人高 有个斜坡上去 这上面有一个洞口 我们的被困者 爬上这个孔洞之后 通过这个树向的孔洞 滑落至下方的一个石缝的中间 这个石缝中间 然后水平方向也有一个通道 通到我们救援人员所处的这个位置 一个小小的通道 想要看到谭开门 就要通过一段两米长的狭窄通道 先进去探路的是身材最瘦小的消防员任小宇 由于被困时间较长 山洞冰冷潮湿 谭开门此时身体已见虚弱 情绪低落 这个我是住在这里 好好好 我在这里待 你别着急好吗 别着急好吗 在我车上去的 住在这里 好好好 他就是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 他就背部有个石头 然后就是肩膀就先往顶住了嘛 他肩膀受伤了不能动 但是他头就是可以低 可以伸 就是手可以伸出来 就卡在一个风湿 两块延时中间的风湿 是不是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是 还好就是肩膀有点痛 可以动 呼吸不是很困难 还是出来探去 后来身材稍微比任小宇 粗壮一些的贵池区 管消防大队的大队长贺涛 试了试也能探过身去 跟里边的谭开门说话 起初贺涛看了看谭开门的情况 他觉得 也许是谭开门自救不得法才没出来 他试着对谭开门进行指导 上面往上看看不上空间是吧 往上看到空间 你进来试试看 可能出来 挪一下 再来 好不好 另外挪一下 可能挪得不来 挪完这边挪 那慢点 半个身体翻个身体挪 我们造成 你看这个梧的 南开文头顶上方就是一个大洞口 他就是从这里下去 卡在了他现在的这个地方 当时消防员也考虑 把他从上方拉出来 这个石壁比较光滑 也没有受力的地方 靠到自己攀爬是不可能的 他本身自己也起不来 因为我们营养人员也没有受力一点 也没方法去固定一些质点去营救 除了唐开文头顶那个较大的洞口 在他头顶上一点点 靠近消防队员进入的狭窄通道的位置 也有一个洞口 只是相对狭小 大家看电视那个西游记送风那种 你知道吧 就是头露出来了 洞口很小时露个头 人出来 消防员所处的位置 就是狭窄通道的这个位置 在这里他们能看到 谭开文在山凤里的情况 但是想直接拉他上来 是没有可能的 他的左肩受伤了 不能动弹 限制了他整个身体的活动 他在石凤里面也是可以说 非常紧张 非常焦急 谭开文所处的环境很复杂 他自己待的地方小不说 就是消防员待的地方也很狭窄 都得侧着身子跟谭开文说话 姿势又别扭 周围又都是坚硬的岩石 要想把他顺利的救出来 使不上劲 当时谭开文已经在那洞里 待了六多小时了 煽动阴冷潮湿 那是肯定的 不能随意动弹 那也不好受 焦躁肯定有 而现场的情况 对消防员来说 也是一种考验 消防员在环顾四周环境之后 确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想把谭开文救出来 消防队员确定的方法 就是扩大谭开文上方的那个 只能容纳一个头的小洞口 他就是这个 他穿着你 你这个穿着 这个银河能不能打掉 这个银河能不能打掉 银河能不能银河 就得不到劲了 得不到劲是吧 对 它这里空间不大 行 我们再想办法 我看看啊 它贴近地面是泥土 然后是一个拱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石块 然后就把这个拱形的这一圈 把这个开口面积把它扩大 此时谭开文已经被困了六个多小时 现在这里有灯光 有很多人为了救他而忙碌 山洞中阴冷潮湿 消防员给他递进了衣服 一是为了保暖 再一个也怕被上面掉落的石头砸伤他 消防队员首先拿来了液压工具 他们想岩石石缝间也许会有结构薄落的地方 可以被撑碎 但事实上岩石坚固异常 采取一个千斤铃 然后一个固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拿一些那个液压工具 准备对这个岩体进行扩张 看看具体能不能把岩石给它扩张 因为它岩石之间有吸缝 因为液压破碎工具的体积比较小 然后方便操作 所以讲能深入到那个备困人员的备困位置 他们又拿来了冲击钻 可是拿来之后试了一下就放下了 因为冲击钻大 在狭窄的洞里操作不开 想要用它切开石头 几乎没有可能 当时操作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就是以 然后就是以自己的大腿 以自己的腰为那个着力点 但是发现这块岩石地比较湿滑 然后那个着力点也不是很稳固 所以然后一直对这个岩体破碎不是很有效果 截至谭开门被困了七个小时后 救援仍然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 此时谭开门的儿子和外甥在外面等待 心里也是非常着急 爸爸 你要不就吹在那边坐 你高一天亮你都不知道 你吹在那边 你又不相信 我这上面就看到了你 你都不愿意什么是这样的 那个地方环境又特别的恶劣 所以就希望它出去 但是却又没有能力就守住不住 手臂的话 以摆动的幅度都是特别小的 有力 有力气也使不上去 当时站在里面就感觉比较焦急 出事不久 谭开门的妻子也听说了丈夫被困山洞 她心里又气又急 那个山洞毕竟肯定是一个 肯定不太安全 肯定一见过 反正也管不了那么多 当时天黑路险 谭开门的妻子就一直在家等待消息 担心丈夫的安危 只能一遍遍地给儿子打电话 据谭小明说 他的爸爸一直喜欢探险 而他自己已受父亲的影响 也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探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多的乐趣 在谭家 我们还曾经看到了 谭开门在山里搜集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战利品 但是在那个晚上 谁又能想到谭开门会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呢 当时以为他是战死被困 当时自己一定会出来的 七个小时过去了 危险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加剧 因为困住谭先生的石头啊 它是千百年形成的大山的一部分 救援队在这样的自然力量面前 有点力不从心 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破拆工具都使不上劲 各种办法都尝试了 都没奏效 谭先生 他还挺得住吗 消防官兵能成功吗 在生命对生命的拯救当中 奇迹会发生吗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奇风怪动 一壮年男子被困十二个小时 体力不支 面对险境 他们该如何救人于危难之中 饥饿和疲惫 身处绝境的被困者 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一二三 师父你别口气 师父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危险的好奇心